《川普的抗中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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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人不可貌相 很多人說拜登是一個軟弱的政客 可是如果你把他拿來和川普比較的話 同樣的抗中路線 他比川普很太多了 川普当时最主要的抗中 一个是关税 另外一项呢 就是寄出科技战 在科技战的时刻 他可没有能力强迫 OSMO或是日本 哪些哪些不能够卖 他最主要就是针对华为 然后在晶片的部分呢 他当时是逼迫台积电签一个厂 到了拜登时代呢 突然台海战争变成了主要的论述 这在川普时代是没有的 川普时代没有台海战争这个说法 同样都是习近平在控制中国 但是2021年 拜登 inauguration一就任之后 没有多久台海战争就成了 华府里头一个非常重要的 政治的一个主要论述 而变成这样一个主要论述之后 跟随着台海战争 延伸出来的很多推论 这里头呢 他对中国的各种东西 这个也是可能引起战争 那个也可能是引起战争 那你台积电一个厂 因此绝对不够 两个厂 很可能两个厂还不够 将来还有三个厂 而且呢 拜登根据的对象都是他的摇摆中 所以到底是为了美国的制造业 晶片业还是为了美国的未来2024大选的摇摆中 如果你仔细地看 其实像台积电 他投资一兆 只会创造八千个工作机会 现在在美国的投资看起来两个厂很大 到2026年也可能只提供一万多个工作机会 这个美国现在制造业的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 他们薪水非常低 不成比例 因为薪水很低的这一群人 根本都是高中毕业以下的 他没有办法进去台积电里头工作 只有盖厂房的时候会得到工作 所以你看着整个川普 好像很狂妄 但是拜登才是狠角色 如果你真正地比较 这两个人在抗中路线上 然后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 川普最近呢 2024年 他要宣布参选是在去年的事情 然后整整过了75天 这个从来不忍的人 忍了75天 最近才开始他的竞选之路 在竞选之路的时候 他提出了一些看法 那么他也不是像过去那么大的一个场合 说话也不像过去那么大声 但是没有人改呼是川普 因为他代表共和党的一个分裂 随着现在McCarthy呢 他在选共和党众议院的议长 票数根本就一直不够 20次才当选 还有本来该大赢的共和党 没有大赢 大家已经民主党的人发现说 我们以为的软弱的 太软弱的拜登 我们以为在政治上 不行太脆弱的拜登 很可能是会连任的 我们本来以为通货膨胀降低并不容易 因此他应该连任不了 但是共和党的分裂 尤其是不可解决的川普的议题 很可能造成拜登的再次当选 让我们来看川普这一次 宣布竞选以后首次的竞选活动 主持人慎重其事介绍 是因为他自宣布再战白宫以来 足足安静了75天 才正式办活动起跑 不同于先前 总是把标志性大型体育馆挤爆 川普2024重返白宫之路 选在一个高中礼堂 和一个州议会大厦的二楼大厅 两者都是不需要太多人 就能塞满的小场地 建制派共和党人私下暗笑 这位昔日的超人气总统正逐渐失去魔力 事实上过去擅长用煽动性语言 创造种族仇恨 并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可以颠覆政治与经济现况的局外人 如今再谈老调确实风光不在 于是川普选择把炮火对准民主党总统拜登 痛批他孱弱无能 正把美国带往第三次世界大战边缘 华尤评论分析 川普作为共和党内的率先领跑者 确实在思考如何突围 毕竟这是美国一百多年来 首次由卸任总统再度参选 他还是一位两度被坦核的前总统 如今仍在纽约及乔治亚州 接受不同案件的司法调查 更重要的是 八年前的川普毫无执政经验 在真人实境秀里 被称为精通商业的亿万富翁 但现在不少美国人都视他为 捏造选举无辟的骗子 袭击国会大厦的煽动者 光是要从共和党内胜出 便已实属不易 川普很清楚 自己2024重返白宫最大的障碍 不只是佛州州长德桑提斯 还有党内 甚至是对手民主党内 那些复制自己政策 甚至进一步发扬光大的潜在候选人 事实上不少美国媒体 早已把佛州州长德桑提斯 看成共和党内新共主 2024问鼎白宫大位的崛起新星 尽管全国性民调川普仍维持两位数领先 但他本周亲访的新罕部下州民意 却已经明显倒向德桑提斯 至于南卡罗莱纳州 两个缺席川普其首饰的大咖 包括现任南卡参议员Tim Scott 和前任州长海利 也都正考虑要加入党内初选 挑战川普 Ron would have not been governor so then when I hear in my growth I consider that very disroyal I roll out of bed I have people attacking me from all angles it's been happening for many many years and if you look at the good thing about it though is like if you take a crisis situation like could you know the good thing about it is when you're an elected executive you have to make all den kinds of decisions you gotta steer that ship and the good thing is, is that the people 可以再選擇 是否會再選擇 我真開心說 在我的情況下 我們不是只要再選擇 我們也比全國政府最高的選票 是在蘭州州市長的歷史的歷史 用自己輝煌的戰績 諷刺川普下台後 帶領共和黨苦吞的練三敗 德桑提斯先前主打 編輯移民議題 直接把50個非法移民 包机送往富豪精英最爱的度假圣地 马沙葡萄园岛 便被视为狠将民主党义军的起招 如今在加码深入教育领域 纽约时报称 他正提议要改革高等教育 强制开设西方文明课程 取消多元文化计划 藉由随时可能加入的总统选战 将自己成功塑造成一个 直言不讳的文化斗士 共和党内谁敢真正抛下川普 当他还紧紧握住这些死忠选民之际 一份最新民调甚至明白指出 川普若独立参选 将彻底造成共和党选票分裂 让民主党躺着迎接胜利 于是大西洋月刊出现了这样的狂想 有没有可能共和党内的一切忧虑 会自然解决呢 他们的理由直截了当 趁这位前总统已经76岁 体重超标 却维持着大学生的饮食习惯 认为锻炼对身体有害 自然迟早会顺应他的法则 不过彭博社还是从理性分析 强调川普竞选经费筹款不顺 当年仅向支持者发送电邮 便可轻松获取数百万美元的 容景不在 宣布参选至今 没不到一千万美元 已注定将使2024共和党总统初选 成为人人有希望的局面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 川普仍将会是不可忽视的存在 无论是放眼美国2024总统大选 亦或是他不断传达的理念 这个品牌都已纯金闪亮 不容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